十幾名戴著頭套 全副武裝特勤援警 從民宅屋頂 垂降神索一躍而下 踹破窗戶衝進屋內攻堅 看到特勤進入民宅控制場面 民宅外的刑警立刻跟著破門 又是警力將里頭十幾名男子 迅速壓制 原來這間民宅是詐騙機房 里頭全是詐騙集團成員 看現場因為他的二三四樓 是屬於落地窗型的 所以我們就定調說 要從二三四樓打破落地窗進去 警方表示這個詐騙集團 做完一年多 只要發現有風吹草動 立刻更換地點 還在門外加裝監視器 避免外人靠近 原警怕打草金蛇 特別請來特勤警力當先鋒 一快打慢 讓詐騙集團來不及湮滅證據 就遭到牙齒逮捕 他剛開始就是會打電話說 你的健保卡被盜用 然後這個一線的人員 就會再轉接給二線 也是假公安 再跟這個被害人做一個聯繫 詐騙集團假冒大陸公安檢警 騙對愛民眾 金融卡涉及不法 要將戶頭的錢匯出保管 勞感手法不法所得 超過上百萬元人民幣 警方改變傳統攻堅方式 與特勤警力配合 將詐騙成員一網打盡 記者陳生意 陳炸虎 SNG小組告訴報導 好 好 好